于童年丧父 老母命弃举业学医 未可以养生 可以挤人 且习一意已成名 而复苏心也 后于在此云寺 欲亦老者 修然伟貌 飘飘若先 于敬礼之 于于曰 子氏路中人也 明年即尽学 何不读书 于告已故 并扣老者姓氏礼居 曰 无姓孔 云南人也 得哨子黄极树正传 树该传辱 于隐之归 告母 母曰 善待之 誓其树 先兮皆宴 于遂起读书之念 谋之表兄沈称 言 玉海谷先生 在沈友夫家开馆 我送辱寄学甚便 于遂礼欲为师 孔为于起树 献考同生 当十四名 辅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明年复考 三处名术结合 复为补终身修旧 言 某年考第几名 某年当补领 某年当供 供候某年 当选四川一大隐 再任三年 在任三年半 急宜告规 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 丑时 当忠于正寝 惜无子 于被录而谨记之 自此以后 凡欲考笑 其名术先后 接不出孔宫所悬定者 独算于时 林米九十一时 五斗当初供 即十米七十一时 图宗师 即批准补供 于切一之 后果为蜀印 阳宫所博 直至丁某年 公元一五六七年 因秋名宗师建 于场中备卷 探约 五册 即五篇奏义也 其可使勃恰燕冠之如 老于窗下乎 遂一线身文准供 莲前十米计之 十九十一时 五斗也 于因此一信 进退有命 持速有时 坦然无求已 供入燕兜 留经一年 终日静坐 不悦文字 即四公元一五六九年 归 由南雍 未入监 先访云谷 会蝉失于七峡山中 对坐一事 凡三昼夜不明目 云谷问曰 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耳 汝坐三日 不见起一妄念 何也 于曰 无畏孔先生算定 荣汝生死 皆有定数 即要妄想 亦无可妄想 云谷笑曰 我待汝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问其故 曰 人未能无心 终为阴阳所负 安得无数 但为凡人有数 极善之人 树固居他不定 极恶之人 树亦居他不定 辱二十年来 被他算定 不曾转动一毫 岂非是凡夫 于问曰 然则树可逃乎 曰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 师书所称 得为明训 我教典中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长寿的长寿 夫妄于乃世家大界 诸佛菩萨 岂狂语欺人 于晋曰 孟子言 求则得之 是求在我者也 道德仁义可以力求 功名富贵 如何求得 云谷曰 孟子之言不错 辱字错截耳 辱不见六祖说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求在我 不读的道德仁义 亦得功名富贵 内外双德 是求有益于得也 若不返功类型 而图向外持求 则求之有道 而得之有命义 内外双失 故无益 因问 孔公算辱终身若何 于以实告 云谷曰 辱字揣应得科帝否 应生子否 于追省良久 曰 不应也 科帝中人 类有福相 于福伯 又不能积功类型 以积厚福 兼不耐凡聚 不能容忍 识或以才之盖人 执心执行 轻言妄谈 凡此皆薄福之相也 其一颗地在 地之会者多生物 水之轻者常无余 余好劫 以无子者一 何其能遇万物 余善怒 以无子者二 爱为生生之本 忍为不遇之根 于今夕明洁 常不能舍己救人 以无子者三 多言好气 以无子者四 习饮朔经 以无子者五 好彻夜长作 而不知保元玉神 以无子者六 其余过恶上多 不能悉数 云谷曰 岂为科帝栽 世间想千金之禅者 定是千金人物 想百金之禅者 定是百金人物 应饿死者 定是饿死人物 天不过因财而赌 几层加先好意思 即如生子 有百世之德者 定有百世子孙保之 有十世之德者 定有十世子孙保之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 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其斩焉无后者 得至保也 如今济之非 将向来不发科帝 即不生子之相 尽情改刷 物要积得 肤血肉之身 尚然有数 毅力之身 岂不能隔天 太甲约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 失云 永延配命 自求多福 孔先生算 乳不登科帝 不生子者 此天作之孽 有可得而为 如今扩充德性 力行善事 多积应得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 安得而不受享呼 亦为君子谋 屈即必凶 若言天命有偿 即何可屈 凶何可弊 开章第一议 便说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辱信的己否 于信其言 败而受教 因将往日之罪 佛前尽情发露 未书一通 先求登科 事行善事三千条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云谷出宫过格事于 令所行之事 逐日登记 善则技术 恶则退除 且较持准提咒 以期必宴 语于曰 福禄家有云 不会疏服 被鬼神效 此有秘传 只是不动念也 只比疏服 先把万元放下 一沉不起 从此念头不动处 下一点 为之混沌开机 由此而一笔灰尘 更无思虑 此伏变灵 凡其天立命 都要从无思无虑处 赶阁 孟子论立命之学 而曰 妖兽不二 付妖兽 致二者也 当其不动念时 孰为妖 孰为兽 细分之 封欠不二 然后可立贫富之命 穷通不二 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妖兽不二 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人生世间 为死生为重 约妖兽 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 至修身以四之 乃积得其天之事 约修 则身有过恶 皆当至而去之 约四 则一毫济鱼 一毫将盈 皆当斩绝之矣 到此地位 直造先天之境 即此便是实学 辱未能无心 但能持准提咒 无计无数 不令间断 持得纯熟 于持中不持 于不持中持 道的念头不动 则灵艳矣 于初号学海 是日改号了凡 盖悟立命之说 而不欲落凡夫科就也 从此而后 终日精精 便觉与钱不同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 到此自有战精涕力景象 在暗事无漏中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 欲人增我回我 自能天然荣寿 到明年 公元1570年 礼部考科举 孔先生算该第三 忽考第一 其言不厌 而秋为中事矣 然行义未纯 减身多物 或见善而行之不勇 或救人而心肠自宜 或身免为善 而口有过言 或省时操持 而最后放逸 以过折功 日常虚度 自己四岁 公元1569年 发愿 直至吉卯岁 公元1579年 历时余年 而三千善行使完 时方从礼建安入关 未及回向 更臣 公元1580年 难还 时请姓空 惠空诸上人 就东塔禅堂回向 遂起求子愿 亦许行三千善事 新四公元1581年 生难天起 于行一事 随以笔记 如母不能书 每行一事 则用鹅毛管 印一珠圈余力 日之上 或失时贫人 或买放生命 一日有多智时余者 至鬼位 公元1583年 八月 三千支数已满 父亲姓空辈 就家庭回向 九月十三日 父亲求中进寺院 许行善事一万条 并须公元1586年 登地 受保底之县 于至空阁一侧 明曰至新天 臣起座堂 家人携付门义 至岸上 所行善恶 先惜避计 夜则涉桌于亭 孝赵月道 焚香告地 如母见所行不多 折平促曰 我钱在家 相助为善 故三千支数的丸 今许一万 衙中无事可行 何时的圆满乎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 于言善事难玩之故 神曰 只捡良一节 万行俱挽以 盖保底之田 每亩二分三离七毫 于为屈楚 简至一分四离六毫 唯有此事 心颇惊疑 是患于禅师 自武台来 予以梦告之 且问此事已信否 时曰 善心真切 即一行 可当万善 旷河县减良 万民受福呼 无极捐奉银 请其就武台山 斋僧一万而回向之 孔公算于五十三岁有恶 于未尝其寿 是遂境无恙 今六十九矣 书曰 天难尘 命迷长 又云 唯命不于长 皆非狂语 无于事而知 凡称 祸福自己求知者 乃圣贤之言 若为祸福为天所命 则世俗之论矣 辱之命 为之若何 即命当荣险 常作落寞想 即时当顺利 常作福逆想 即眼前足时 常作平具想 即人相爱静 常作恐惧想 即家世望重 常作悲下想 即学问颇忧 常作浅漏想 远思扬祖宗之德 尽思盖父母之谦 上思报国之恩 下思造家之福 外思己人之吉 内思贤己之邪 勿要日日之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事 一日无过可改 即一日无不可进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 也不加广者 只为音寻二字 耽搁一生 云古禅师 所受立命之说 乃至经至岁 至真至正之理 其熟完 而免行之 无字旷也 字幕志愿者 令家兵 alright